Kawaii 96歲的Party Kawaii 對 有沒有想到什麼回憶嗎 會不會很懷念以前 他說十一年前他來住你就打扮成這樣 他覺得非常懷念你的打扮 對 非常的懷念 家裡現在還有牛仔褲嗎 還是都已經丟光了我看 還有還有 還會再做這樣的類似的打扮嗎 還敢嗎 他說在他朋友的結婚典禮上如果穿醬 大家都會覺得很開心 對 因為現在在穿醬真的很奇怪 好像在Cosplay一樣 但是以前那個時候 真的是所有日本的女生走在街上 包括後來到台灣 香港各地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的打扮 現在是走比較成熟的路線 聽說二位一到台灣 昨天就忙著去購物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現在的Party 應該不會再買這種衣服 昨天去買了些什麼 跟大家報告一下 對 對 對 昨天想要去買一點點的小東西 是 結果因為很棒的一家店 所以他們 然後加上工作人員 每個人拿了好多仔 就可以去 是 都是買衣服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都到日本消費 那他們到台北也有消費 然後買的 該不會說是日本的牌子 什麼邏輯 為什麼 為什麼 日本要去買東西 為什麼要去買東西 為什麼要去買東西 加加你都到日本去買東西嗎 我上禮拜才回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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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棒 現在台灣人 很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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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說台灣有很多很可愛的東西 昨天看到很多什麼東西 現在是怪我重陽就對了 我到他們國家買東西 他們還覺得很奇怪 欸 這會嗎 欸 楽しかったので 他們在台灣買東西很開心耶 對 對 好像我們去日本買東西很不開心一樣 很特別的兩個人 好啦 欸 不過